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画作者 罗瑞娜 艾凡瑞兹 翻译 刘青燕 维京国际出版 公主与豌豆最早是在1835年由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所写的 这位鞋匠和洗衣服的儿子后来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童话作家 公主与豌豆故事开始了 波西王子热爱探险 越危险越好 最令人兴奋的就是和龙搏斗或是寻找宝藏了 不过在那之后他都得独自骑马回家 就算是最英勇的王子 偶尔也会觉得很孤单 于是 波西王子去找了他的父母 他说 我想要结婚了 父母警告他 当心 除非你娶到真正的公主 他是真心爱你的 而不是爱你的财宝 不然你会很悲惨的 问题是 要怎么找到真正的公主呢 去问问全国最聪明的发明家吧 发明家们在一团缭绕的烟雾下工作 他们胡搞瞎搞时 药剂冒着泡泡 灯光也忽明忽暗的 其中 一位发明家突然跳了起来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这位发明家 带波西来到皇宫里最大 最高也最雄伟的房间 那里垂挂着一条非常宽大的白布 白布连拉开后 出现了一张非常非常高的床 上面的床垫堆得像摇摇晃晃的高塔 发明家解释 没有任何东西逃得过真正公主的注意力 如果透过这么多柔软的床垫 公主还能感受到像这一颗小温豆一样的东西 那就能真正的通过公主的测试了 原来啊 发明家把一颗小小的豌豆 藏在了最底层的床垫下面 真正的公主一定能感受到的 发明家这么认为 接着 全世界所有的公主 都受邀来参加这项测试了 几天后 马车一辆 接着一辆抵达 整座皇宫因为都是公主而变得生气蓬勃 公主们昂首阔步 她们跳舞 欢笑 嬉闹 却好像都对波熙王子不太感兴趣耶 不过公主们一个一个接受了测试 一个一个在那床上睡了一晚又一晚 当她们醒来时 没有人提到豌豆 于是波熙王子一个一个地送走了她们 直到皇宫又恢复了平静 直到有一天 屋外风雨交加 波熙听见了敲门的声音 一个全身发抖的小女孩 走了进来 我可以在这里过夜吗 波熙王子说当然可以 我的宫殿永远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开门 王子和小女孩一起坐在温暖又舒服的壁炉面 分享着冒险的故事 直到波熙王子睁不开眼睛为止 第二天早晨 波熙王子在火快要熄灭的壁炉旁边 独自醒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女孩来了 女孩说 早安 咦 怎么知道 波熙王子带她去看了那颗豌豆 并向她解释发明家的测试 女孩哈哈大笑说 你在寻找真正的公主 而我也在寻找完美的王子 只要有好心的王子 愿意接待一个陌生人 我就会答应和她结婚 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皇宫 你是唯一愿意让我进门的人 他们的钟声和鸟儿的歌声中结婚了 并开启了他们幸福又充满冒险的生活 几年后 他们成立了一间宏伟的博物馆 陈列他们找到的宝藏和各种小玩意儿 以及那颗为他们带来好运的豌豆 则被陈列在博物馆最中央的水晶罩里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时间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温妮妈妈 我们下次见